蓝王鸡用弹琴打坐,练舞来驱散内心的迷雾,然而,好像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,越压制的反作用越大,更何况每月浓历出气的晚上,那个魏英的声音依旧响起,以前不知道声音的来处是一回事,现在知道了声音的来处,心里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 当半夜梦里魏英的声音响起,蓝湛,看我,我是魏英,魏英的那张脸及时浮现在她的脑海里,无法驱赶,无法消除,那个如春花浪漫的笑容,就在黑暗中亮着,蓝湛,你看我,睡梦里的蓝王鸡像是被试了定身咒一样,根本挪不开眼,也迈不开步,蓝王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之中, 而其中的缘由真是不足于外人道也。蓝湿尘看着蓝王鸡那个模样,心里隐隐地担忧,兄弟俩从小相依相伴,蓝王鸡的任何表情任何变化,都躲不过蓝湿尘的眼睛。 蓝湿尘看着蓝王鸡,在自苦却帮不上忙真是束手无策,看那天的情形,应该是蓝王鸡和魏无羡之间有发生什么事,但两人都不肯说她也没办法。 蓝湿尘私下里想着,要不要去找魏无羡谈上一谈,蓝王鸡抱着公文包,刚走出云深不知楚国学院的大门,就被一个身影拦住了去路。 他抬眼一看,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,正望着他笑,蓝院长,我们一远先喝茶,不去,去吗?我们很久没去了,那边的姑娘应该很想念我们的,我们去吧。 魏先生,我现在很忙没空去喝茶,你不是已经下班了吗?要不你带我去吃苏州的民小吃?苏州我还不熟,要靠你呢? 魏无羡的笑容依然非常灿烂,对蓝王鸡的拒绝一点也不在意。 魏先生,想吃美食打开美食地图就什么都有,车又有导航,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 我真的很忙,蓝院长,可是我就是想请你一块去,怎么办呢?你一块去我才吃得香。 魏无羡的厚脸皮真是天下无双,甚至是越战越勇,他是不达目的不罢休。 从来都是一个个围着我打转,哪有一个敢拒绝我的,而且还拒绝得这样干脆。 这绝对不行,不可以,这样的事情不可以在万人迷魏无羡的身上发生。 蓝战,赏个脸背,我都求你了,你还可,再拒绝吗? 魏无羡变了个腔调,撒着交托着长腔懦声的叫蓝战。 蓝王鸡被他这一来,心里高高筑气的防线全面崩溃。 他停住了脚步,看着魏无羡那张脸,不知如何是好。 魏无羡看见蓝王鸡停住了脚步,脸色也似乎有所缓和,及时顺着竹竿往上爬。 他打开了车门,摆了个请的姿势,蓝战,请上车。 蓝王鸡的双腿不由自主地迈开了脚步走向车门,坐了进去。 魏无羡赶紧上车发动车辆直往易月轩。 果不其然,易月轩的姑娘们看见他们俩又从天而降,欢喜地奔走相告。 先看见的掏出手机及时发送信息。 蓝院长和魏先生又来了,魏无羡引着蓝王鸡,直奔他们之前来过的座位。 蓝王鸡默默地坐了下去。 蓝战,这里没有其他的人。 你告诉我,我做错了什么? 没有,蓝王鸡断然地回答。 那你为什么突然这样对我? 蓝王鸡低下了头默认一对。 蓝战,你就说嘛。 你也不想想我们是什么关系? 是前世今生的关系啊。 这是非比寻常的关系。 比亲人还更特别关系。 有什么不可以说的? 是我做错了什么? 你跟我直说? 我改不就行了吗? 为什么就一下子对我不理不睬的? 蓝战,不可以的。 你这样对我,我的小心脏是很脆弱的,会爱伤的。 魏无羡毫无尊严的禅功,让蓝王鸡招架不住。 他瞥了他一眼,你没做错,是我错了。 不可能。 蓝战,你会有什么样的错? 你可是蓝院长,苏州人眼中完美的榜样,怎么会做错? 是我的错。 蓝王鸡再一次肯定是自己的错,但也还是一个字,也不肯吐露出什么。 蓝战,蓝王鸡,蓝院长,你不要这样对我。 我不会猜谜语。 你开开恩,告诉我是为什么吧。 我知道肯定有什么事发生,要不你不会这样的。 你快告诉我,要不我晚上都睡不着觉。 魏无羡软磨硬泡撒娇打混前来。 蓝王鸡拼命地控制自己不为他所动。 他不能说,说了他们真的连朋友都没得做。